找到你, 真是一天都光亮了 就是這隻戒指 打破兆氏貨車的車頭玻璃 讓承今次車禍的真兇 為什麼你可以這麼肯定? 謝謝你提出的問題, Susan 機械盒, 表演時間 我用我做的壓縮氣體發射器 將一些細小而堅固的物體 以每秒六十公尺的速度發射 無疑案發當日貨車車頭玻璃 被打穿的情況 出來的結果, 全部硬物都不是致命傷 司馬Sir, 說重點吧 根據貨車大爆炸案司機的證供 他說在開車的時候 車頭玻璃突然被一顆東西打穿了 所以才會失控狀況在前面鴿花車那裡 司機沒有說謊 我在兆氏貨車玻璃的 車頭玻璃碎片上 找到一樣微亮的物質 經過化驗之後 這件事就是白金 你們推斷打穿貨車車頭玻璃的硬物 就彈在車上的白金結婚戒指 真相跟我的推斷是完美的 但是這隻戒指壓得變弱 怎麼會是屬於誰呢? Madam, 珠寶店所有的戒指都有火號 這隻是不是新郎那個不見的戒指 拿鹽也知道的 那新郎沒有不見戒指 就與大洋無關了 你們都挺手足情深的 既然這麼手足情深 又這麼相信他 又何必這麼害怕 何必這麼擔心他有事 你看你們的警察 比台遊還要定 杜Sir, 蝦的臉也挺帥氣的 表演完吧, 司馬Sir 連Susan你也不聽別人說話 還有一個主角還沒出場 剛才你們吃午餐 怎麼不叫我? 嘖, 表演時間 Sir, 來, 不用 正在做事, 剛開始了, 一起看看 喝… 對不起, 心想上微博 伯老爺哥有沒有上微博的習慣 那天就玩了 幹什麼? 又想看看我會不會把柳解色 不過這次沒有, 因為那個結已經解掉 伯老爺哥, 你有篇微博那裡寫著 她說你認識了一個女生朋友 跟你一個中學的男生朋友 一起跟你慶祝生日 你一句還說,你們事無可取締的 感謝你們在我生命中出現過 我聽起來真的有點純粹 不過也挺觸碰 如果我沒猜錯的話 新郎Paul就是那個男生朋友 而新娘Mary就是那個女生朋友 很久之前的事了 三年多而已 阿Sir,似乎你比我更清楚 我平時沒事做 就喜歡上網到處看東西 不過新郎和新娘不是拍拖兩年嗎? 是我認識Mary 那是他們才第一次見面 翌日Paul就問我Mary怎麼樣 原來你一不小心撮合他們 你還不是洪梁嗎? 你真是不說得了 所以新娘就在微博那裡說 好了,我認識了一個男生 又可以用六折的價錢 去買這對結婚戒指 而這個男生就是你了 我們沒有拖牌要結婚戒指 他很大也沒用了 不就給他們了 Mary知道之後 這個詩話簡直是人力搜尋器 什麼都知道 兒子,不想讓你阿Sir起你底 快點把明博那些東西補充 放心吧,只有查案沒用的東西 他看得眼睛也懶得 開心就好了 好,最重要是他很開心 不只開心,還很輕鬆 他有一個對他最好的人 又有你這個這麼想他好的朋友 Mary他真的很幸福 是你說的,你們是無可取體的 Mary對你這麼重要 你應該很想他幸福 他們真的很甜蜜 但是那一刻 原來我沒有我自己想得這麼偉大 我不想看到他們結婚 所以你就丟掉了戒指出車 是不是這隻手? 不記得了 不是左手,你是用右手 你當時就是這樣拿著戒指丟掉他出車 所以你才用左手拿著軚盤 那輛花車因為這樣才失控,是不是? 好,是嗎? 白金戒指大概是重六至七黑 當時塞著他的絨袋是比他輕 所以丟掉了出車之後,就掉了出來 戒指就是這樣滾在花車的口袋那裡 火車司機沒說謊 戒指就是這樣彈在擋風玻璃那裡 所以他才失控,撞到你的花車那裡 對嗎? 如果你不扔戒指,那輛花車就不會過線 就不會令撞到撞車 新娘就不會因此而受傷 令你生命中最無可取締的人 差點結不成分,得不到他應有的幸福 又來擁抱觀眾了 難得情 他真的挺神奇的 不是嘛 完美 我真的沒想過會搞到撞車 我沒想過會傷害到Mary 是道妒忌令你惹禍上身的伴郎先生 如果我過了那一刻 就不會傷害到Mary 我真的忍不住那一刻 但我真的很羨慕 我們現在會正式起訴你 危險駕駛 如果那個人真的無可取締 你是不會有一下,想去笑不出的 鐵馬車車,今晚在黃錦劇場 曉靜播出